音乐数据有你说 网上歌手有话说 歌手徐子卫来做客 UNITALK了 感谢腾讯音乐 有你榜的邀请 不要做挑战 随机抽取三个 不要做事项 采访期间 要避免做这些事项 你不能看 这是第一张 这是第二张 这是第三张 如果做到了 就要用小气锤敲打自己 还有不同的音效 我是徐子卫 我的出生日期是 1996年11月3日 出生地是天津 我的星座是天蝎座 最符合星座的特质 应该是我比较记仇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那种记仇 有粉丝都管我叫子卫 或者是子卫宝吧 我最近发行了我的 第一张个人单曲 非常悲伤的苦情氛围的 芭乐音乐 由威廉安老师 亲情为我创作的 我个人非常喜欢 讲的呢 就是一个非常 弊异的一个爱情故事 拥抱过去发生的一切 曾经美丽与爱情 如果在我余下的生命里 还有意义 也只能是你 因为他从语调上和音乐的 就是递进到这一部分的情绪来说 是最能让人心潮澎湃 而且感情抒发的一个部分 他的词其实也在这一部分 他是和前面不太一样的 然后也是让我格外觉得 可以写进内心的一个内容 好男的这个 最好精彩 我觉得威廉安老师 在我印象里 我听说他去好声音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 他去当导师了 他还挺厉害的 结果一看 他是去当学员的 我就觉得 他简直是一点包袱都没有 一点价都没有 他本身的音乐造语已经很高了 他还愿意去 以一个学员的身份 去再次唱歌给大家 我觉得真的是 非常的敬业 而且难道可贵 再一次对威廉安老师表达一下敬佩 是不是安娜 啊 那是不是以后就可以避免这个了 啊 是不是点头 是不是 就 还有这个 下次变胎了 不是吗 印象深刻的评价 还是看到很多我自己喜欢乐见的 就比如说 大家夸我说这个 这个情绪拿捏的比较好啊 比较容易产生共情啊 对对对对 主要挑好的看 哎这大家比较 比较皮吗 很正常 我就喜欢这样的网友 没有没有任何问题 咱们就看谁更 有一点 哎这个还真没看到 他是不是 他是他是不是想借机敲一笔 借机敲 并没有这个外套 我感觉现阶段 我应该还是 女性朋友的听力多一些 男比女的话 三比七 啊真对了呀 跟我们学校当年那个男女比比 差不多 这个就好难了呀 我觉得占比最多的应该是 大学生吧 这个大城顺序猜呢 我觉得上海肯定在里边的 深圳或者广州 深圳吧 再加一个成都 我还要顺序才对吗 深圳错误我了 深圳的那个朋友们 是心脏受伤了 哈哈哈 哦 还有吗 哦 这个反问 我我以为是那个 你是不是傻 那个那种反 哈哈哈 我就不能往回问 是这个意思 好吧 好吧 我许子卫 秉持着诚实守信的原则 来回应关于我的传闻 是不是特别说服力 没有 他他在的 只不过最近发歌比较忙 确实是营业的事稍微的有点 那个 跟工作正经工作相比 是相相对的这个优先度 被降低了一些 不是 我是那个很少发朋友圈的 就这次新歌我都没发 我都是看别人在发 然后去点赞 因为我觉得 哎他们给我发个圈 我还挺 对还挺高兴的 这个好搬 这个真的好搬 就是我只要 其实在朋友圈里说一下 大家给点点赞 就是有任务 大家一般就来点了 哎呀怎么发朋友圈来的 好点朋友圈 然后点上 上面那个相机 然后夹着狗头 懂了 没事 你就懂 发了 我这底下的上次分组 我给他 到时候给我码掉好吧 哈哈哈 那个 大家都有那个 屏蔽家里人的习惯 在某些朋友圈发的时候 毕竟不想招一些不必要的麻烦 那是我妈妈养的 那是我妈妈养的 too bad 算是神经典 不太好 没有舞蹈 有舞蹈就很奇怪 可能会去做生意吧 做电商 卖一些什么 喜欢的 喜欢的玩意 我觉得这个过誉了 在我特别自然的时候呢 有的时候确实发挥还可以 有的时候紧张啊 或者说歌不熟啊 就经常会有一些翻车的情况出现 我真的会有一定要唱的那个歌 就是如果之前没唱的啊 我会唱那个 输了你 一类世界又如何 你曾渴望的梦 想我永远不会懂我 这场就很随意啊 很随意 最近比较烦 比较烦 比较烦 无所谓 谁会爱上谁 就是我每个月就该给我的 那到手了就 嗯 日常感觉 日常 还是文字更接受不了全 经纪公司老板 这还有为什么 经纪公司业务面更广 让我旗下所有艺人那个 站一起拍个大合影 就显得我阵容庞大 耳机 我感觉女团舞 她有一种 就是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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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感觉在里面 就是舞蹈这个东西 对我来说 最难把控的 其实就是那种气质啊 包括那些法 接纳一个更难的这个味道 接纳一个更难的这个味道 这个感觉 我觉得太有挑战了 说实话时间很短 我有点没有心情 这个好办 这个真的好办 这个好办 这个真的好办 完了 他那个新消息就37个 31个 so poor idol的笑容 评论一共就 一共就5条 新歌MV reaction视频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朋友圈点赞 不积极的成法 希望大家以后都在朋友圈 积极点赞 同时感谢一下那31位 给我点赞的朋友 但是太着急了 这个也就过了十来分钟了 对 大家这个时候都在上班 或者午休 对吧 没时间看手机 明信音乐有你宝 今天的采访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子卫星们 喜欢我的歌 我们下次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